第四十八回 各位 上次講到洪梁子改惡重善 將以前找到的不義之財 就全部捐給黃河沿岸幾省的善堂 情願跟著黃毓地捱窮日子 但黃毓一直對他就不理不睬 這樣一來 連郭大哈宴七地都看不過 他們除了勸喻黃毓改變態度 又勸了洪梁子放寬心 怎知洪梁子就對他們說了 哼 你們如果以為黃毓真的是鐵石心腸的人 那就錯了 他越是這樣對我 就越表示他還記住我們兩個以前的情感 那倒是 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往往很微妙 人們互相傷害得越深 往往就因為他們傷害得更深 洪梁子接著又說了 黃毓現在對我如果很好 好客氣 我的心反而更難過 因為他以前對我太好 太真心 所以才會覺得被我傷害得很厲害 所以現在才會這麼生氣 所以現在才會這麼生氣 郭大哈就說了 黃老大怎麼會生氣你 刺得很深 那麼他面上就一定會留著一條很深的刀疤 永遠都不會平伏 心上的刀痕都一樣 所以我知道我和黃毓永遠都恢復不回以前 就是這樣 就算勉強相聚一起 心都會有一層隔膜 郭大哈就說了 那麼你們起碼還能做朋友 朋友? 任何兩個人都可能成為朋友 但是他們如果以前是相愛過 就永遠都沒有法子成為朋友 你說是不是? 郭大哈就唯有承認 洪梁子講講一下就忽然站起來 但是無論怎麼說 你們都是我的朋友 我永遠都會記住你們 郭大哈這樣才看見他手裡玩著包袱仔 什麼?你...你想走啊? 我如果勉強留下 不止黃毓難受 我都難受 沒有 我想來想去 還說決定 不如走好過了 那你... 那你有沒有想著去哪裡了嗎? 沒有怎麼想過 你們放心得了 好像我這樣的人 有很多地方去得到的 有很多地方去得到的 你們為了黃毓 為了我 最好就不要爛我了 你看一下 郭大哈看見宴七 宴七又發著牛鬥 紅梁子看著他們 眼神很羨慕 細細聲又接話了 你... 你們如果真是當我是朋友 那希望你們記住一句話 你... 世上最難得的 不是明星 又不是財富 而是人與人之間的真情 你如果得到了 就千萬要珍惜 不要辜負人 辜負自己 因為只有一個曾經失去過真情的人 才知道他是多麼值得珍惜 才會了解失去他之後 是多麼寂寞 多麼痛苦 宴七聽著聽著 眼圈都紅了 他就忽然問了 你呢 那你以前 是不是真情對待黃毓的 紅梁子沉默了很久 才細細聲說 我本來連自己都分不清的 我就知道黃毓離開之後 我常常會想起他 我找過很多很多人 就沒有一個人能夠代替到他 剛剛講完 紅梁子忽然間拿著手掩著臉 急急腳就走開門口 郭大哈就想去攔他 被宴七抓住 算了 等他走罷了 怎麼讓他走啊 走了就更好 如果不走 只會大家痛苦的 我... 我怕他 怕他會 你放心 他不會做出什麼傻事 你怎麼知道的 因為現在他已經知道黃老大對他的確是真心 唉 一個女人一生中 只要有一個男人的確是真心對過他 他這一生就很心足的了 咦 郭大哈見到燕七講得情真意切 眼淚汪汪那樣 他不由得說 哈 燕七啊 看不出你有多了解女人的 對呀 燕七就立刻迷轉頭 眼光望向遠方 天空碧南碧南 陽光燦爛 在碧南的天空下 忽然有一道紫色的煙火衝天而起 咦 燕七不由得走走眉頭 咦 在這種時候 怎麼還會有人放煙火呢 他轉回頭 咦 見到黃玉又站在雅嵩底 看著那道煙火 風一吹過 那些紫色的煙火就隨風而散 郭大哈就接著說 咦 只要人家喜歡 什麼時候都能放煙火的了 有什麼這麼奇怪 燕七想想想想 就暗暗沉沉說了 是不是 就好像幾時都可以放風箏那樣呢 郭大哈就沒有聽清楚 想問他暗暗沉沉說什麼 失失驚 黃玉就忍忍忍衝了進來 問他們是紅娘子呢 郭大哈就告訴他 走了 他說你 黃玉都不聽他那麼多了 打斷他的說話 他什麼時候走的 郭大哈說剛剛走的 剛剛走說完 黃玉就一枝箭地飆出門口 郭大哈看到就卡卡聲笑 哈哈 原來黃老大對紅娘子還這麼好 紅娘子根本就不用走了 嘿嘿 女人為什麼總是這麼多心的呢 燕七不止沒有笑到 還很正經地對他說 那你以為那些煙火真是放來玩的嗎 難道不是嗎 唉 大哈 江湖中的勾當 看來你真的一點都不懂 我本來就不是那個老江湖了 假如我們要對付一個人 你在那裡盯著他 我在山下邊 你有了他消息的時候 用什麼法子來通知我 不會的 不會的 不會 那是什麼意思啊 那意思就是說 好像這樣的情況就根本不會 為什麼啊 郭大哈就眼眨眨眨地說 因為你如果在山下邊盯著 我又一定在山下邊的嘛 現測一聽 眼裡露出溫柔的神色 致面口就拿了 我們講的是正經事啊 你說幾句正經話可不可以呢 可以 啊 山下和山上都隔得幾遠的 我想 到時就算抹進喉嚨叫 你都未必聽得見啊 那我呢 就不如叫人家通知你就可以了 那如果沒有其他人呢 嗯 那我就自己等等聲跑下山去通知你 現測就瞪大眼看緊他 啊 那你這個老裡頭究竟裝著什麼的 是草啊 還是張狐呢 呵呵呵 除了草和張狐之外 還有整腦怎樣激怒你的兒子 我總是覺得 激怒你那時候的樣子呢 你好像十七八歲的大姐仔那樣的 呵呵呵 別說那麼多了 其實我當然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認為那些煙火 和吹命符地放風爭一樣 是江湖中人傳遞消息的訊號 是不是啊 現測還瞪大眼看緊他 過了很久 才長嘆一聲 唉 大客 我想一定有一天被你激死為止 就在那時候 山下忽然又有一道紫色的奇花煙火衝天而起 這齣國大客的神色都變得正經 啊 現測下去你們看 是不是有江湖人到我們這裏呢 現測說 不止一個 欸 你认为他们是来对付红娘子的? 我不知道, 不过黄老大就这样想了, 所以他才会急急赶过去, 既然这样动, 我们还在等什么? 慢着, 大客, 我还要跟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 这次你不要跟着我, 行不行? 等我一个人去, 演出话没说完, 郭大客就耍手剑另头了, 不行! 行, 演出话就走走眉头了, 我们如果全部都走光, 谁留在那儿陪林太平? 他们当然不可以将林太平一宫留在这儿了, 经过上次的教训, 现在无论对什么事, 他们都愤怀小心了, 郭大客就即时想了一下, 这次, 演出话, 这次不如你给我去, 你留在那儿了, 演出话又立刻耍手剑另头, 不可以, 为什么? 演出话又忽然间变得阴声势气, 你这些伤都未曾好得完, 加上你个人又不知死, 都未等伤好, 就一个人偷偷地下山去喝酒, 谁一个人偷偷地喝酒啊? 难道我每次没有带酒回来的吗? 拿着旗盘的桌子, 都得肯定是宽舍迟一点的, 有些地方甚至乎好像永远没有春天, 其实如果你想知道春天来了未, 不用去看枝头的新鹿, 又不用去问春光的野鸭, 只要问一下你自己, 因为真正的春天不在绿枝上, 又不在暖水中, 真正的春天就在你的心里, 不过钢刀底下是永远没有春天的, 在血缚中也没有, 现在有一个人躺在血缚中, 停止了呼吸, 这把刀还握在手上, 是一把立立的鬼头刀, 九个人, 九把刀啊, 在风中离慢着令人反胃的血声气, 春天本来已经来到这种树林了, 现在似乎又快走远了很多, 有九个嫖汉, 矫健, 眼光恶毒, 握着鬼头刀的黑衣人, 围着洪良子, 有一个已经躺在血缚中, 现在洪良子看着他们几个, 面上又露出那种够苦够难的微笑, 只要躺在血缚中的人, 他就说了, 哈哈哈哈, 这位是老己啊, 那七个人摸紧嘴, 就得有一个最瘦的黑衣人, 在牙拉里就吐出两个字, 老八, 洪良子就点着手指头划了, 嗯, 第一个死的好像是老六, 跟着是老二老九老十, 再加上这个老八, 唉, 十三大刀, 现在就只剩下八把了, 那个黑衣人就说了, 没错, 十三把刀, 已经有五兄弟死在你手上, 不过, 八把刀都够将你剁成肉, 这样的啦, 哈哈哈哈哈哈, 洪良子笑了, 笑声如银铃, 对方八个人中有三个不由自主, 停停, 倒退了半步, 洪良子就说了, 哈哈哈哈哈哈, 美人要活息生香之可, 好似我这样活息生香的美人, 剁成肉杖哦, 你不是很可惜, 他眼波流动, 手一眼倒退那三个人, 微笑着说, 呵呵, 你们没理由不知道我有什么好处的, 为什么不告诉你们兄弟知道, 嗯, 你们真是毒食了, 死人不会说话而已, 你们难道也不会, 那三个人面子变了, 呵呵, 突然间揮刀就撲过来, 但是最瘦最高的黑衣人, 忽然一声喝着, 停手, 他显然是这十三把刀, 第一把刀来, 他一喝, 那些刀就立刻在半空中停住了, 洪良子就立刻说了, 嘿嘿嘿, 你们看一下, 我早就知道你们赵老大不舍得杀我的啦, 他虽然不是个连香色欲的人, 这一个女人好似, 他心脂肚明的, 心水好清的, 赵老大就黑口黑面的说了, 你好正, 我的确不舍得杀你, 因为, 我不舍得被你死得这么快啊, 哎, 哈哈哈哈哈哈, 赵老大, 你要我几时死, 我就几时死咯, 你要我怎样死, 我就怎样死, 你知道啦, 什么事, 我都肯为你做的, 好, 好好, 嘿, 那一个人要做老大, 说话就不可以太多, 因为越不说话的人, 说出来的话就越有价值啊, 赵老大又是一个不喜欢多声的人, 他说话简短而有效啊, 你杀了我们五个兄弟, 我们斩回你五刀而已, 这条数, 这就算和过啦, 什么呀, 就斩五刀而已, 嗯, 连利息都不要, 嗯, 哼, 那都算公平, 何况, 现在你们八个对我一个, 我不想答应都不行啦, 你明白就最好了, 我虽然好明白, 只可惜, 我怕痛哦, 说到这些, 红娘只看着那帮黑衣人手上的鬼头刀, 一副十分可怜的表情啊, 哇, 这么大把刀, 斩到人的身上, 确实是好痛的啦, 赵老大就说, 不痛的, 真的不痛? 至少第二刀就不痛啦, 红娘只好似还没听明白那样, 你担保不痛? 我担保, 好啦, 有你担保, 那我肯定放心啦, 知我还有个条件哦, 你说, 第一刀, 第一刀, 一定要你来斩, 面上还带着那种令人烧云的微笑, 你呢, 快点劈下来啦, 刀光一闪, 赵老大把刀就劈过红娘只道, 咦, 咦, 难道红娘只严命长咯, 这样受死法, 要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